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传统太极养生训练营 我是你们的导师,武当传统养生工传人林云 那么我七岁在武当山长大,七岁开始接触武术 习练武术二十余年,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 从小练习武术对于身体的这种运动,对于肢体的语言有着深厚的理解 那么2010年加入到河南省道教协会,成为一名驻公冠人士 潜心的学习了道家的传统功法以及养生之法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养生工教学中 总结了一套属于自己独特的养生功法 以及教学,总结了很多的教学经验 那么在近几年呢,也确实参与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型活动 以及央视的等等一些拍摄活动 那么也总结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养生心得 所以在此呢,我们在这儿会一一的跟朋友们呈现 那么我们谈及到养生 那么一定会提到有本书叫《皇帝内经》 那么《皇帝内经》曾经说过了 人们的健康与否,其实最大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气血是否通畅 气血是否充盈 那么它是验证一个人的健康的一个标准 那么能够达到金满气旺 金满气族神旺这种状态呢 是一种最健康的一种身心状态 那所以说呢,我们会根据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身体目标 来围绕着,来提升我们的身体 身体的能量 所以说呢,我们由此呢,会跟大家一一的来分享的是我们武当养生宫之太和宫法 那么我们的太和宫法呢,分三步 第一步,是我们的叫运化宫 第二步,排鱼宫 第三步,身阳宫 它为什么按照这样的次第的顺序 我们讲人体啊,所有的营养 它要依托于我们强大的运化以及吸收的能力 才能够把外在的,不管是空气还是食物当中的营养 通过筛选获取以及输送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部位 所以说第一个解决的就是我们的运化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运化宫作为开头 第二步,它是我们的叫什么呢?排鱼宫 我们讲的排鱼是指的是我们身体里面气血的淤堵 以及我们情绪上的淤堵所导致到了我们身体的不畅 第三步,有了我们很好的运化的功能 以及我们通畅的气血 那么第三步就是一定要叫生阳 提升我们的阳气 促使我们的阳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得到了一个生发 保证着我们每一天工作生活的一些热量 所以第一步,我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运化宫 所以要了解到一个什么 运化是指的是我们脾胃它的功能 它在我们的宗教所在的位置 宗教所在的位置 那么对于我们腰部,它很好的锻炼 它是尤为的重要 第一步就解决一个叫装的问题 那么装它会让我们的腹部得一个非常好的放松 所以膝盖微曲,跨部微坐 我们的手自然的下垂 小指微微的内勾 我们的腹部也微微的下沉 下个微收,保持着这种状态 调整我们的呼吸 通过我们取干的中振 通过我们呼吸的顺畅 复式呼吸的这种通畅性 来达到我们身体一个最基本的取干的支撑 有了第一步 就有第二步的混元装法 也是一样 混元装法呢 它是在我们一字装的基础上呢 升级版的混元装法 保持着环抱 尘尖醉走 松而不屑 气沉丹田 意念回收 身心意都回归到一个整体 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法 收 好 大家看一下 两脚分开 哎 手啊 通过我们腹部 推送 达到我们后背的捧出 抬起 脱下巴 臀部向后 腿向后 手向前 形成一个对拉的一个形状 屈膝 头向上 腿不用力 呼气 提起 背向后 靠 它有一个取干的一个 逐步的一个向后 屈膝 呼气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二步 是向后进行完成 打开手 大拇指和我们的腰眼处 四指撑出我们后侧 形成一个叫三脚顶力 屈膝 顶胯 挺胸 抬头 收回 胸口 臀部 起立 此动作 按照身体的节奏 一节一节的贯穿 屈膝 顶胯 挺胸 抬头 收头 收下巴 收胸口 卷胸口 卷胸 抬起 第三步 我们做一个 抬臂 两臂 与间同高 踏掌 放松 上拖掌 抬头 回正 呼气 缓缓地两手放于百会 手向上 额头 向下 呼气 打开 下落 此动作 拉开我们的三脚 踏掌 放松 拖掌 向上 回正 交叉手 手臂 向上 额头 向下 打开手臂 呼气 下落 最后收回 抱怨 守一次 找 Palestinian 接着 接着 可 这样的 刚才 来 乘 反 后